西门庆通一夜不曾睡着,到次日早,吩咐来招,奔寺,把花园工程止住,各项匠人都且回去,不做了,每日将大门紧闭,家下人无事,亦不许往外去。 西门庆只在房里走来走去,悠上加悠,闷上加闷,如热地沿油一般,拔去李平儿的勾当,丢在九霄云外去了。 吴岳娘见她愁眉不展,面带幽容,只得宽慰她,说道,她陈庆家那边为事,个人,冤有头,债有主,你也不须交仇如此。 西门庆道,你妇人都知道些什么,陈庆家是我的庆家,女儿女婿两个孽长搬来咱家住着,平息街坊邻舍,老咱的极多,常言,今儿不快,梳快,打着羊鞠,驴站, 常有小人指说,拔树寻根,你我身家不保,正是,关门家里坐,货从天上来,这里西门庆在家纳闷,不提。 且说李平儿等了一日两日,不见动静,一脸使冯妈妈来了两遍,大门关得铁桶相似,等了半日,没一个人眼出来,竟不知怎的。 看看到二十四日,李平儿又使冯妈妈送头面来,就请西门庆过去说话,叫门不开,立在对过房檐下等,少请只见戴安出来引马,看见便问,冯妈妈,你来做甚吗? 冯妈妈说,你二娘使我送头面来,咱的不见动静,请你爹过去说话里。 戴安道,俺爹连日有些事,不得闲,你老人家还拿头面去,等我引马回来,对俺爹说就是了。 冯妈妈道,好哥哥,我在这里等着,你拿进头面去,和你爹说去,你二娘那里好不挠我了。 这戴安一面把马拴下,走到里边,半日出来道,对爹说了,头面爹收下了,叫你上付二娘,再待几日,我爹出来往二娘那里说话。 这冯妈妈一直走来,回了妇人话,妇人又等了几日,看看五月将近,六月初旬,朝思暮盼,阴信全无,梦涨魂牢,家妻见祖,正是, 蓝把鹅眉嫂,休江粉脸云,满怀忧恨鸡,憔悴欲精神。 妇人盼不见西门庆来,每日茶饭顿俭,精神恍惚,到晚夕,姑眠枕上辗转愁雏,忽听外边打门,仿佛见西门庆来到。 妇人迎门笑街,携手进房,问其爽约之情,各诉忠诚之话,筹谋浅犬,彻夜欢愉,鸡鸣天晓,便抽身回去,妇人恍然惊觉,大呼一声,惊魂已失。 冯妈妈听见,慌忙进房来看,妇人说道,西门他爹刚才出去,已关上门不曾。 冯妈妈道,娘子想得心迷了,哪里得大官人来,营练没有。 妇人自此梦境随邪,夜夜有狐狸,雅鸣底性,设起精髓,渐渐形容黄兽,饮食不尽,卧床不起。 冯妈妈向妇人说,请了大街口讲竹山来看,其人年不上三十,生得五短身材,人物飘逸,极是轻浮狂诈。 请入卧室,妇人则务病云环,拥亲而卧,似不胜忧愁之状,茶汤已罢,丫鬟安放入殿,竹山就床诊室麦西碧,因见妇人生有滋涩,便开口说道。 学生试诊病原,娘子甘脉嫌出寸口而宏大,绝阴脉出寸口九上余计,主六欲七情所致,阴阳交争,乍寒乍热,似有欲结于衷而不遂之意也,似虐非虐,似寒非寒,似寒非寒,白日则倦怠视卧,精神短少, 夜晚神不守舍,梦与鬼交,若不早至酒而变为古征之极,必有主矿之优异,可惜可惜。 妇人道,有泪先生,俯赐良计,农好安,众家酬谢。 竹山道,学生无不用心,娘子若服了我的药,必然贵体全安,说必起身,这里送药金五星,使冯妈妈讨将药来。 妇人晚间吃了药下去,夜里得睡,便不惊恐,渐渐饮食佳天,起来梳头走动,哪消数日,精神复旧。 一日安排了一席酒窑,备下三两银子,使冯妈妈请过蒋竹山来相谢。 蒋竹山自从与妇人看病,怀亏去之心已非一日,一文其寝,急俱福而往。 严至中堂,妇人盛装初见,倒了万福,茶汤两患,请入房中,酒窑已沉,舍兰香暗。 小丫鬟秀春在旁,苗金盘内拖出三两白金,妇人高情欲展,向前失礼,说道, 前日奴家心中不好,蒙刺良计,福之见效,今粗制了一杯水酒,请过先生来知谢知谢。 竹山道,此时学生分内之事,理当错置,何必计较? 因见三两谢礼,说道,这个学生怎么敢领? 妇人道,些许威仪,不成礼数,万望先生孝难。 死上了半日,竹山方才收了,妇人第九,按下作词,饮过三巡,竹山偷眼说是妇人,粉妆欲拙,娇艳惊人,先用言以挑之,音道。 学生不敢动问,娘子青春几何? 妇人道,奴虚度二十四岁。 竹山道,自娘子这等妙年,生长深归,处于富足,何事不遂,而前日有此欲结不足之病。 妇人听了,微笑道,不瞒先生,奴鹰拙夫气势,家事萧条,独自一身,忧愁思虑,何得无病。 竹山道,原来娘子夫主末了,多少时了? 妇人道,拙夫从去岁十一月得伤寒病死了,今已八个月。 竹山道,曾吃谁的要来? 妇人道,大街上胡先生。 竹山道,是那东街上留太监房子住的狐鬼嘴儿,他又不是我太医院出身,知道善吗吗?娘子怎么请他? 妇人道,也是因街坊上人见举请他来看,还是拙夫没命,不甘踏实。 竹山又道,娘子也还有子女没有? 妇人道,儿女巨无。 竹山道,可惜娘子这般青春妙龄之际,独自双居,又无所出,何不寻其别进之路,甘为幽闷,岂不生病? 妇人道,奴近日也讲着亲事,早晚过门。 竹山便道,动问娘子与何人做亲? 妇人道,是现前开生药铺西门大官人。 竹山听了道,苦哉,苦哉,娘子因何嫁他? 学生常在他家看病,罪之详细,此人专在县中包揽说事,广放私债,贩卖人口,家中丫头不算,大小五六个老婆,拙紧打烫棍,稍不忠意,就令没人领出卖了。 就是打老婆的班头,坑妇女的领袖,娘子早是对我说,不然进入他家,如飞蛾投火一般,坑你上不上,下不下,那是毁之晚矣。 况,近日他亲家那边为事干联,在家躲避不出,房子盖得半落不合的,都丢下了,东京关下文书,坐落府县拿人,到明日他盖着房子,多是入关超末的书,娘子没来由嫁他作甚。 一篇话把妇人说得闭口无言,况且许多东西丢在他家,循私伴想,暗中跌脚,称怪道,一屉两屉请着他不来,他家中为事里,又见竹山言语活动,一团千功,奴明日若嫁得个那样个人也罢了,不知他有妻事没有。 因说道,既蒙先生指教,奴家感待不浅,唐有慎相知人家,举宝来说,奴无有个不一之理。 竹山承机请问,不知要何等让人家,学生打听了事,好来这里说,妇人道,人家倒也不论大小,只要像先生这般人物的。 这蒋竹山不听便吧,听了此言,欢喜得满心痒,不知骚处,慌忙走下袭来,双膝跪下告道,不瞒娘子说,学生内尾师柱,终窥伐人,关居已久,子戏全无,躺蒙娘子垂帘,肯结秦晋之缘,足称平生之缘。 学生虽闲环节草,不敢有望,妇人笑笑,以手挟之,说道,且请起,魏沈先生关居几时,贵庚多少,既要做亲,须得有个宝山来说,方程礼数。 竹山又跪下哀告道,学生行年二十九岁,正月二十七日卯时见生,不幸去年荆期已故,家园贫乏,时出寒威,今季蒙金诺之言, 和用冰人之脚,妇人笑道,你既无钱,我这里有个妈妈姓冯,拉她做个媒正,也不消你行聘, 则个即日粮食招你进来,入门为坠,你意下若合。 这蒋竹山连忙倒身下半,娘子就如同学生重生父母,再长爹娘,素氏有缘,三生大兴依, 一面两个在房中各递了一杯交欢酒,以成其亲事,竹山引至天网为家。 妇人这里与冯妈妈商议说,西门庆如此这般为事,急凶难保, 况且奴家这边没人,不好了异常,显不丧了性命, 为今之计,不如把这位先生招他进来,有何不可。 到次日就是冯妈妈递信过去,则六月十八日大好日子, 把蒋竹山倒塌门招进来,成其夫妻。 过了三日,妇人凑了三百两银子,与竹山打开两间门面, 店内焕然一新,初时往人家看病只是走, 后来买了一批驴儿骑着,在街上往来,不在话下, 正是一窝死水全无浪,也有春风百动时。